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室内养护最好温度是在10度左右 低于5度也会容易产生动态 冬季罗汉酥我们要减少浇水 保持盆土的干燥状态 我们实在要浇水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晴天的中午浇水 浇水就要浇透了 冬季温度比较低 我们就不要给它施肥了 如果发现罗汉酥有少量的落叶 不要担心 这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老叶子肯定会掉一些 如果掉的比较多 你就需要注意了 把它放在那种光照充足的地方养护 经常给它晒在太阳 这样能够减少黄叶和落叶的发生 掉叶的还有可能和浇水有关 我们要注意控水 以免水浇多的导致它烂根 记住这几点 罗汉酥在冬季也能长得很好 今天关于罗汉酥冬季的养护介绍到这边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 每日更新 拜拜 拜拜